这座高铁站的建成 这座高铁站的建成有何意义 两万平方大厅不用支柱又是如何做到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如果你问我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什么最重要 那小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两个字 交通 所以雄安站在设计与建造上来说 很大程度就是为了以战促成 想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首先就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而雄安站综合交通枢纽的投入使用 让雄安新区最大程度地接受周边地区的部分功能 以便为城市的发展助力 毕竟交通方便了 经经济的人才才能够汇聚于此 而想要做到大面积辐射 雄安站必然体型庞大 整个雄安高铁站 总建筑面积达到近50万平方米 于2018年12月1日正式开工建设 经过两年零20天的紧张施工 于2020年12月21日正式投入使用 并成为金雄成铁、金港高铁、雄安至石家庄成铁 和雄安至山西新州高速铁路的交汇枢纽 可以说是坐在米自驾节点上的高铁站 在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不超过70公里 仅邻宝定东站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与巴州北站也不过20公里 可以实现铁路站之间电动车穿越 设计之便捷巧妙、世界罕见 体型大对于灯光的照明要求就会更高 本折绿色环保的宗旨 站内尽量使用自然光采光 所以在设计时 工作人员就预先在车厂内 留下了上下贯通的光道 以便将自然光引入室内 在大家印象里 火车站的印象一直都是空旷又单调的 但是雄安站不同 他们在天桥两侧搭建了有机植物墙 满眼的绿色会最大程度缓解旅客的疲惫 也能让旅客在后车的过程中充分放松身心 当然依靠外部采光的方式 虽然可以满足大部分区域的需求 但仍然难以满足地下去域的光照需求 为了避免增加周边地区的供电负担 雄安站自搭自建 在总车站顶部用4.2万平方米的多斤硅光浮发电板 建立起一个超大的发电激素 装机容量达到6000千万 每年发电量超过580万千瓦时 且这些能源纯绿色无污染 还能减少1800吨煤炭消耗和4500吨二氧化碳排放 在电量满足自身需要之外 还可以额外创造经济价值 相当于直接在车站周边种植了12公顷的灵地覆盖 走进后车大厅 你会发现站在厅内视野却依然广阔 没有遮挡 抬头便能看见透过来的阳光 在这个光是顶部面积 就超过2万平方米的后车大厅里 却看不到一根用来支撑的立柱 这就是雄安站独特的设计之一 这座车站在建造时 就使用了400多根巨型横梁来进行顶部的搭建 利用优秀的力学设计 用这400多根钢结构的横梁 把所需要承受的重量分散开来 让这些横梁的组合效果 达到柔韧性和坚固性俱佳的78米跨越 使得这一顶部的设计 可以在提高建筑稳定性和承重力的同时 极大的节约钢材的使用和消耗 关键还不失美观 可谓一举三得 从外形上看 整座雄安站确实大到不可思议 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看车站也一样 庞大的体型并不是这雄安站 唯一令人惊叹的地方 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实力证明 基建狂魔 中国并不只会做大块头 在设计的整体规划上 无论是整体精细度 还是建筑特点 我们都不输任何一个国家 雄安站建造所使用的 都是先进的环保材料 并且均达到了国家绿色建筑三星标准 雄安站的站台使用的是窗孔铝板工艺 而且为了达到静音效果 雄安站还是中国首个使用 装配式站台新墙板的高铁站 该墙板通过多孔吸收材料 将噪音声波 沿孔系伸入离心玻璃棉内部 与材料发生摩擦作用 然后将声能转化为热能 从而降低车辆进站引起的噪声影响 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的列车进站时 难以避免的噪音污染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雄安站并不是凭空而起的新房 它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老站 新扩建起来的 但是新建成的雄安站 不同于以往建成的交通枢纽 从前的交通枢纽 以交通转换为主要功能 新建成的雄安站 一改过去传统之能 再改变空间构建 更新升级功能配置 打造优美景观等方法的加持线 将雄安站打造成了 最具雄安新区门户特质的 标志性建筑群 让人们一说起雄安站 就会立刻想到这个 充满创意与新鲜血液的城市 从而彰显雄安站枢纽地区的 门户形象特征 这可不是雄安放出的场面化 在这方面的革新上 他们确实做到了 雄安站把站内的一部分老旧区域 改成了自己的前厅 这样一来 火车站内的许多功能 就可以走出这一亩三分地 向城市延伸 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难啊 雄安站的结构十分复杂 32万条汉缝 1200块需要打磨的板子 4天之内全部打磨完成 这哪里是做结构 简直就是直接精装修 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端舒适的办公区 让人眼前一亮 文化 休闲 娱乐等功能让人驻足 重生的雄安站 可以随时随地 为旅客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这确实是提高 交通枢纽服务功能的好办法 雄安果然是一座 充满朝气的年轻城市 大国建造 万众瞩目的亚洲 最大高铁站开通 足有66个足球场大小 只要你想得到 这里都能满足你 虽说雄安新区 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 对于城市的建设 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新理想 但是在有一点上 雄安站的建设 仍然选择继承中国传统 那就是以人为本 建立雄安站的初衷 原本就是为了服务人 所以他们坚持人本导向 尽最大可能提升空间舒适度 在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们考虑到 旅客们奔波的辛苦 所以在交通设施的换乘上 连接得十分密切 让旅客能够尽量少走路 少换乘 雄安站使用的是 立体交通组织方式 人车分流 快慢分离 高效有序 是它的服务宗旨 同时还兼顾绿色出行理念 推出公交加慢行的方式 设计多种地铁 公交 高铁快速换乘的方案 一方面解决旅客换乘问题 一方面促进绿色出行 如此先进又实用的雄安站 怎么能少得了 中国特有的人文关怀 雄安站的东西两侧 就充分考虑到旅客 以及周边居民的活动需求 原本单调且人流密集的集散广场 被雄安站与城市代状公园 将结合起来 把单一交通集散空间 转变为人能够停留 愿意停留 而且充满活力与温度的活动广场 每到傍晚 这里就会非常热闹 各种饭后活动 应有尽有 而这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 以上这些技术 虽然确实很厉害 但也只能算是雄安站的基础操作 因为在这里 还藏着许多最智能 最具技术含量的先进技术 就比如智能大脑管理系统 这一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 各种现代计算技术 形成一个适合雄安站的统一指挥平台 可以对全站运行进行实时监控 下到电力水力功能 上到站的安全 没有它忽略的地方 不仅如此 由于雄安站人流密集 所以为了保证人员出行安全 雄安站的内部停车场 还使用了耐燃标准达到A级的地区 就算真的发生火灾 也可以保证地面既不会燃烧 更不会产生毒烟 有效保障群众安全撤离 通过这些技术 足以证明 雄安站不仅是亚洲面积最大的车站 还是最有智慧的车站 随着雄安站投入使用的消息放出 引起了外国的热烈讨论 许多外国友人文讯前来参观 甚至还有西方专家 专程过来学习经验 这也证明了雄安正在快步走向世界 同时通过雄安站的运转 这个年轻的城市 也将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而雄安也成为了中国又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中国的基建工程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ión 感谢观看